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为黄老之学的拥戴者 汉景帝在畅无为而至的同时 青瑶伯父 劝克农丧 打击豪强 知人善任 一扫其末以来 残破凋敝的社会景象 缔造出一个中国历史上 不可多得的繁荣盛世 文景之志 然而 就是这样一位受人敬仰的盛世之主 却有着很多嫌为人知 而又饱受争议的过往 那么 汉景帝留起 究竟算不算得上是一位明君 在司马光的资质通鉴中 又将如何评价汉景帝的功过是非呢 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民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评说资质通鉴 第三部第十九集 景帝尊业 文景之志是公认的盛世 但好多人对汉景帝 这个人 他的评价并不高 汉景帝在位十六年 时间也不短 可是为什么对他评价不高啊 我们说 不仅是后世对汉景帝的评价不高 汉王朝自己对汉景帝的评价也不高 表现在哪呢 我们知道 汉高祖刘邦 四号是高 庙号是高祖 汉文帝 四号是文 庙号呢 太宗 汉景帝呢 四号是景 庙号呢 没有 当然了我们说 不是所有的皇帝都有庙号 但是杰出的皇帝 重要的皇帝一般都有庙号 那么汉景帝没庙号 这就是汉王朝后世 对汉景帝其实是一个评价 那汉景帝为什么会得到这样一个评价 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那么我们先说说他的为人 明代的大学者王世珍啊 就曾经指出 说汉景帝运人啊 有三个人被冤枉 一位就是自己的老师 一位呢 就是丞相周亚夫 再一个就是自己的儿子 刘荣 具体是怎么被冤枉的 我们可以来看一看 我们先说曹措 曹措是汉景帝留起的老师 《智智通鉴》呢 记载啊 说曹措从这个汉景帝留起 做太子的时候 就是做这个太子家令 就是太子府的一个官员 这一路陪伴汉景帝 一直到他做了皇帝 做了皇帝以后 曹措也是为了汉景帝的这个 皇位的稳固呀 兢兢业业 全心全意 前前后后服务了 整整十五年之久 我们说这个汉景帝啊 对曹措一开始是言听计从啊 然而在无处七国之乱爆发以后呢 当吴王刘弼 打出清军策 租曹措的旗帝以后 稍有常识的人 我们都可以分析啊 这只是一个借口 或者说是一个张研发 但是汉景帝 听到这消息以后 经过十多天的犹豫权衡以后 居然下令 斩杀曹措 满足对方的要求 而且这个命令下的是极其冷酷 是把曹措从家里边 框片出来 说告诉他要上曹 结果曹措穿着上朝的朝衣 就给押在市场上腰斩 曹措被腰斩 而且全家被灭足 租曹措杀曹措一个人就够了 你还要把他全家都杀了 这就确实做得有点冷血 这件事情做完以后 汉景帝有悔悟吗 使汉景帝悔悟的是一个叫邓公的人 我们说汉景帝很快就明白了 自己是干了一件情者痛仇者快的宠事 是邓公提醒了他 这个邓公啊 自知通见记载 曹措死后啊 邓公 从前线回来 汉景帝一看 邓公刚从前线回来 就专门找他问询 说我们现在已经根据对方的要求 把曹措给斩杀了 那么无处两国的叛军 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什么反应啊 结果邓公就说啊 刘碧啊 准备造反已经准备了几十年了 他不可能因为这个曹措的原因 也不可能因为你杀了曹措 他就去停止造反 这个对方是停不下来的 而且啊 你曹廷杀曹措 这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什么 使天下的士大夫 再不敢向曹廷进忠言了 汉景帝就问 何宅 为什么呀 怎么会这样呢 这邓公就说了下面这一番话 邓公说啊 夫曹措换诸乎强大不可治 这段话说的呀 置地有声啊 什么意思呢 邓公说了 曹措是因为担心诸乎伟大不掉 中央制衡不了他们 所以说呢 要削翻 是目的是使加强中央的权威 他做的这个事情这是万事之利 这是为了千秋万代 常治久安所做的决定 这是个好事 计划使性 促售大路 他刚开始削翻 自己就被杀了 而且是自己这么一种 惨烈的死法 说这么做的结果是 对内让忠诚再也不敢说话了 对外呢 你做了一件 情者痛仇者快的事 相当于替诸胡报仇了 把诸胡的眼中钉肉中刺 你给拔了 所以说我私下以为 您在做的这事 是我不赞同 汉景帝听了以后 窥然长戏曰 功言善无意横之 汉景帝听完以后 叹了口气 你说得对 我也后悔了 可惜啊 天下没有护悔药啊 你这事干了 我们说 杀曹措这个事情啊 汉景帝做得太冷血了 曹措是他的老师呀 他们既是军臣又是师生啊 以此共事十五年多呀 但是说杀就杀了 而且曹措一心一意为了 汉景帝的江山设计 单惊截律 而汉景帝呢 弃之于 最后只是用了轻飘飘的一句 无意横之 就完了 我们知道 无处七国之乱 平叛以后 汉景帝也没有为朝措平反呀 正是因为汉景帝 对忠心耿耿的 成子和老师 都这么残酷 狠毒 所以司马光啊 虽然在《资资通鉴》里边 写这个事儿 就是这么客观地写了一下 但是他专门写过一首诗 叫《武哀诗》 武哀诗就是对历史上 五个韩元受驱而死的 忠诚的一个哀悼 其中就写到了曹大夫 这是武哀诗里边说 人主恩忧胜 参赴开舍端 玄文旧府智 不得见一关 凡鲁此残冷 谋诚心尽寒 朝中敲泪尽 汉时泰山安 这首诗说什么意思呢 说汉景帝作为一个皇帝 对承子 对曹措 一开始是宠幸 冠九卿 可是参夫开社端 阳儿一进禅言 宣文就辅制 马上就给杀了 而且杀的时候是 连医官都不让解 一朝一而宅 这个确实是让人心寒 耻冷的行为 更重要的是 你杀人 杀一个人 他让朱朝错 你朱朝错完了 你还要把他全族都给灭了 说 曹中 瞧了一进 你给把一个曹家全给灭族了 翻回来说 曹措的这种削藩之举呀 最终是从长远看 是让汉王朝长治久安的一个重要举措呀 司马光啊 把这个曹措 跟这个楚国初期的这个忠诚曲员 赵国末期的这个大将李牧 以及东汉的福伯将军马元 和这个北齐的名称胡吕光 跟这四个名称相提并论 司马光写这五爱诗的时候 专门还写了句 说这五个人此起忧 大可哀者 就是这些人都是让人格外觉得痛惜的人 所以特意做五爱诗 谨示后人 我们说这是对曹措 看景地期间 最为世人所熟知的 莫过于七国之乱 而这次叛乱的直接导火索 便是曹措所做的那篇薛番策 然而薛番的主张 不过是汉景帝借朝措之口公之于众 可当沉寂已久的矛盾被点燃时 朝措却被当作始作俑者 无辜地成为了牺牲品 无臣子里 大逆无道 是汉景帝对朝措之死给出的理由 而在这背后所折射出的 便是汉景帝留起 为达到目的而展现出来的自私于冷酷 那么同样是大汉王朝的骨功之臣 当战功卓著的周亚夫 因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 被捕入狱之后 汉景帝将会如何处理 汉景帝与周亚夫之间的矛盾 又是因何而起呢 我们再看到对周亚夫 中流砥柱周亚夫 另外受命 因为那三个月的时间 就把无处弃国之乱 平叛了 应该讲这是功勋卓著啊 可是周亚夫与汉景帝的关系呢 我们说也没得善终啊 他们军称纪御是怎么一个情况呢 其实我们要说呀 周亚夫跟这个汉景帝 他们关系不好 主要其实源于三件事情 这第一件事情 那就是汉景帝要废掉 立太子刘荣 汉景帝有十四个儿子 他的皇后 伯皇后五子 所以最后只能立这个皇长子 皇长子刘荣 他的母亲呢 是立妃 这刘荣被立为这个太子以后 孜孜通信来说 初尚废立太子 周亚夫故争之 不得尚由此疏之 就最开始呀 汉景帝准备废自己的这个立的太子 刘荣 因为他是立妃所生 所以叫他立太子 周亚夫作为丞相 作为朝中的重臣 职责所在 所以说呢 他认为不能轻易地废太子 距离力争 结果呢 结果尚由此疏之 汉景帝由此就开始疏远周亚夫 这个事情上呀 其实我们说周亚夫没做错什么 第二件事情呢 是窦太后 要求汉景帝把这个王皇后的这个哥哥 封为这个侯 汉景帝也不想封 可是他的母亲窦太后非常强势 怎么办呢 汉景帝就把矛盾给转嫁给周亚夫 说我得征求丞相的预见 周亚夫当然秉持原则 说这个封封 你的有军功才能封呢 外戚你不能随便封侯啊 结果他这么一说 惹恼了窦太后 窦太后对周亚夫也有看法 我们知道窦太后 对汉景帝的影响是非常大 这样周亚夫在汉景帝前 影响就更差了 那么第三件事情 源于呢 有六个巡奴的想讲 归向汉王朝 汉景帝呢 就想把这六个人都封为猴 这样的话呢 可以起一个示范效应 可周亚夫说了 这不能这么封 你把投降过的人都封了猴了 这边忠心耿耿的 好多人 比方说李广这样的人还没封猴呢 你这怎么合适啊 所以周亚夫呢 根据原则 距离力争 说不能封这六个人 这样的话会开一个 很不好的效果 我们说周亚夫这么做呀 确实有点 他没从政治的高度看这个问题 但是这也是直辙所欺 他只是站在成像的这个位置上 来说这个话 也不能为错 可这事就忤逆了汉景帝 汉景帝人认为周亚夫不听话 不送着自己的意思来 我们看这三件事情 其实你说 他反映了周亚夫什么样的作风和品格 当之不饿的品格啊 是能够秉持功心的风范啊 这是属于这个克敬职守的这种风骨啊 但是换一个角度 站在汉景帝的角度就认为 周亚夫你这是属于不种眼色形式 桀骜不逊 他把自己当回事了 所以汉景帝对这个周亚夫就有了看法了 接下来还有一个事情要说 那就是这个刺实不支柱 你说对一个功勋卓著的 丞相级的人物来讲 你请他吃饭不放筷子 我们说这就是一种羞辱 当然了周亚夫也有点不失眼色形式 还张口药筷子 结果直接就让汉景帝觉得 你这是桀骜不逊 那就留下了更恶劣的印象 接下来犯了一个错误 那就是周亚夫的儿子 给自己的父亲没敏气 触犯了皇家的打击 所以周亚夫被吓到狱里边 周亚夫觉得自己没有犯大错 所以拒绝回答问题 不就是点敏气吗 结果景帝得知以后是说 你一不回答问题 没供词 我不要你的供词 一样可以杀你 结果逼得这个丞相周亚夫 在狱中绝食五天 欧血而死 宋朝诗人写诗说 知识君王多任客 非官许富相无灵 汉朝当时有名的相师许富说了 周亚夫有饿死文 你将来是饿死的相 其实这个都与这个没关系 原因在哪呢 问题就出在汉景帝这个人 太刻薄了 刻薄多一 所以周亚夫死 他是一个悲剧 当然了对周亚夫之死 我们说汉景帝反映了 他这个冷酷 历史上后世很多人 替周亚夫抱不平 明代的史学家李治就说了 周亚夫三个月就评判 就凭这个功劳 说实话 他的子孙后代 十辈子有罪都应该赦免 更何况周亚夫 就这么点小小不言的罪 实在是不该这么处理的 我们再看 对立太子刘荣 汉景帝登基的第四年 在平定无处七国之乱的第二年 就立这个长子刘荣为皇太子 我们说刘荣被立为皇太子了 可是刘荣的母亲 立即呢 她不是皇后 皇后是波皇后 波皇后呢 没生儿子 那么在那个时代 母以子贵啊 儿子被封为太子了 当然这个母亲就有希望做皇后啊 这个时候呢 汉景帝的姐姐 长公主刘朴 就想把自己的女儿阿娇 嫁给这个刘荣 就找这个刘荣的母亲 立即谈红弄嫁 结果立即呢 对刘朴没好印象 为什么 汉景帝的女人 很多宠性的女人 都是刘朴自己的亲姐姐 给她推荐的 那么作为妃子 立即就很吃醋 所以对这个长公子刘朴 就很有意见 现在刘朴上赶着找自己 说要结成儿女亲家 立即就毫不客气地拒绝了 长公子刘朴一看 立即拒绝了 转头去找王夫人 王夫人生的孩子叫刘策 这就是后来的汉武帝 跟王夫人说 我这闺女嫁给你儿子怎么样 王夫人非常高兴就答应了 接下来刘朴就天天在 汉景帝面前说立即的不好 然后王夫人一看 时机差不多了 就趁机又给立即上了个眼药 然后他就暗中指使朝廷的大刑 结果大刑出面说 建议既然太子是刘荣 建议立立即为皇后 结果汉景帝勃然大农 这是你该说的事吗 就给把大刑杀了 杀了大刑 然后把太子也给废了 立即一看这样也很生气 后来就气死了 大家事情到此还没完 刘荣被废了太子 变成了临江王 那么到了汉景帝中原 二年三月 已经被贬为临江王的刘荣 扩建府地 结果侵占了宗庙门前的围墙 这就是大罪啊 汉景帝指使中尉来审问 临江王刘荣 刘荣在狱里边啊 想给汉景帝写一个生辩的书信 但是中尉制都 我们知道这是有名的库立 制都就连纸笔都拒绝给提供 后来还是曾经做过太子太父的 这个魏妻和窦英听说以后 因为他是外妻啊 他进监狱里边给这个刘荣提供了刀笔 刘荣写完这个生辩书以后就自杀了 当然这个事情传到窦太后耳朵里边 一看自己的孙子在狱里边被酷吏给逼死了 盛怒之下 我们知道最后制都也是被窦太后给杀了 朝措株连全族 周亚夫含冤离世 刘荣狱中自尽 从这一桩桩冷苦无情的事件背后 不难看出汉景帝刘启 在执政期间 确实有着不少失误和不足 但不可否认 他也是一位新系江山设计的帝王 他为了汉室江山的长久稳固 清摇伯父 与民休息 正是在汉景帝的手中 大汉王朝才逐渐变得苍脸充实 那么汉景帝在位期间 社会经济迅猛发展的关键原因究竟是什么 从这一时期历任丞相的选择上 又能看出汉景帝怎样的用人之道呢 汉景帝继位的时候已经32岁了 所以他的思想非常成熟 他秉称父亲汉文帝 执政23年留下了的大好江山 国内形势这么好 所以他执政的理念非常成熟 违政的施政方略非常地到位 所以汉景帝的执政史学家评价也很高 汉书的作者班固就运了四个在来评价汉景帝 叫孝景中叶 什么意思 就是汉景帝继承了他父亲的江山设计 而且继承得非常好 我们说一个人为政 作为最高统治者来讲 最关键的就是运人 司马光在自治通奸里面非常看重这一点 那么汉景帝他究竟是怎么运人的 我们看看他运的核心的中央朝廷的班制成员 丞相是政府的首脑 汉景帝在位16年 一共运了五个丞相 第一个是汉文帝就运的丞相 生徒家 第二个是陶清 功勋之后 第三个是周雅夫 第四个刘舍 这是忠实之后 第五个 他是运的魏丸 他就运这么五个丞相 16年 应该说这是比较政局稳定的一个体现 说生徒家是汉文帝人民的丞相 生徒家的为人口碑非常好 自治通奸这么记载 说家为人连职 蒙不受私业 就是说生徒家这个人为人呢 公正连职 清连正职 所以这个人非常有原则的一个人 那么魏丸呢 在平定无处七国之乱的时候有功 魏丸是个忠厚长者 汉文帝非常赏识 说在汉文帝的时候 身为太子的汉景帝 当时想请汉文帝身边的众臣一块做一做 魏丸拒绝出席 说不受这种太子的这种影响 但是汉文帝临终的时候专门嘱咐汉景帝 说魏丸是忠厚长者 你一定要善待他 忠于他 事实上呢 汉景帝还真的非常听他父亲的话 所以他最后运的一个丞相就是魏丸 那么魏丸之外 陶青是功勋之后 刘舍是忠实之后 这些人都是非常守本分的人 当然周雅夫啊 其实也是非常正直 非常这个耿直的人 那么我们再看 汉景帝运的其他的一些重臣 这里边的主要官员就包括什么呢 汉景帝一继位 委任太宗大夫 周仁为郎中令 张欧为这个廷尉 楚元王的儿子平露侯理 由李为中正 中正就主管这个忠实事务 那么运这几个人啊 中大夫曹楚为左内使 这四位再加上生徒家 这些应该说就是汉景帝继位之初 他的核心的班值成员 我们看这几个人 我们说看张欧 说张欧这个人啊 知之通见记载 欧为立魏长言暗人 专以成长者处官 官属以为长者 亦不敢大齐 什么意思呢 说张欧这个人啊 作官 从来没说今天要收拾这个 明天要收拾这个 专门以自己的诚实 德行来处官 当为官之道 结果下属呢 也都把他看成中后的长者 而不仅仅是个上级领导 所以也都不敢太 骑上瞒下 上下骑手 也不敢做得太过分 你看运张欧这样的官员 正像龙语里边 孔子讲的 唯正以德 毗入北城 居其所而众心共治 他运的这些官 都是靠自己的道德感召力 来影响人感染部下 而不是靠权威 靠这个暴力 不是靠这些东西 张欧是这样 我们再说 魏完任丞相的时候 运的这个御史大夫 叫直不一 直不一这个人啊 自知通奸里边 也记载了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小故事 说直不一 这个有一次 做狼官的时候啊 有一次 他们一块有一个同僚 一个狼官 错把别人的金子 就给拿了身上了 就给带回家了 结果对方知道 丢了金子以后 就怀疑是直不一拿了 直不一呢 也不生 说对方怀疑自己 直不一就道歉 然后呢 就买了金子 补偿给对方 结果那个 错拿金子的人 回了以后呢 就把错拿的金子 又还给对方了 对方一看 这不明显的冤枉 直不一了吗 直不一呢 不生变 不纠缠这事 当然后来 因为直不一越来越受宠 有人就给他 穿小鞋 说直不一道嫂 就是跟他嫂子关系 不清不白 结果直不一呢 也不生变 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我就没有哥哥 没哥哥哪来的嫂子 当然 道嫂也就空虚来风 你看这就是直不一 忠厚长者 那汉景帝运的 都是这样一些人 所以运这样一些人 我们可以想见 当时整个朝廷的风气 是什么样的 说汉景帝称帝十六年 除了像曹措 周亚夫等少数大城 未能善终之外 绝大多数城址 还是善始善终的 这个官员队伍非常稳定 包括基层官员都是这样 所以史书上 是记载了这么一句话 为利则长子兄 居官者以为信号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说这个基层官员 做官做的时间 特别长了以后 很多职位就干脆试习 试习的时间长了以后 很多官员干脆就 拿这个官鞋 当做自己的姓氏 比方说仓氏 御氏 这就是当管理 粮仓的官员的姓氏 由此你就能够看到 当时就是世代为官 世代做一个官 这表明什么 政局的稳定 汉景帝继承了汉文帝 无为而至 清淆伯父的施政方针 同时知人善任 在汉景帝主政时期 大批忠厚沉稳之事 得以被朝廷重用 经过长时间的与民休息 加之皇老之学 清静无为的治国理念 汉朝建立之初 残破动荡的社会局面 被一扫而空 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 百叶巨星的盛世图景 那么除了营造出 和谐稳稳定的社会氛围之外 汉景帝时期的 违政方略 还有着哪些特点 汉景帝留起 又是通过怎样的做法 来维护朝廷权威呢 请继续收看 评说资质通鉴 第三部第十九集 景帝尊业 汉景帝的违政方略 到底有什么特点呢 我们要说概括特点 可以概括三点 第一个 恪守智道 功心功俭 就是说 他继承了他父亲 功修宣末的这个特点 汉景帝啊 有两个好老师 一个就是贾仪 贾仪虽然是汉文帝 派给自己小儿子的老师 但是贾仪 其实对汉景帝影响非常大 贾仪只比汉景帝大 十三岁 贾仪死的时候 和汉景帝已经二十岁了 贾仪的过去弄治安册 包括他的直接的老师 曹措他的这个 贤良对策 言兵士书 手边劝农书 这些 奏章 这些正论文章 对汉景帝的治国理政 有非常深刻的影响 所以汉景帝的治国理政啊 非常稳定 史书对汉景帝的治国 也有很高的评价 史记中说汉景帝 景帝继位 应修静末 免人与农 率下以德 制度失创 礼法可责 这个评价非常高 就是说汉景帝继位以后 继承了他父亲 功修宣末的这个执政方略 劝能农商 就是多种农 然后呢 对部下呢 以德化人 开创的制度 和这个开创的礼法 都是足以为后世效法的 第二点我们要说 汉景帝执政的这个特点 就是关注民生 为之勿宽 汉景帝啊 非常注重民生 多次下令减轻农民的复杂 汉文帝我们知道 有十年就没有收税 汉景帝继位以后 三十岁一 也就是只交三十分之一的税 而且多次下令 要求这个地方官啊 要崇尚节俭 不要奢明 甚至说 少去开采黄金啊 珍珠啊 美玉啊 凡是干这个的 按盗窃罪录 目的就是让大家 把注意力都放在农业上 做了很多这样的 政策上的处置 另外的话呢 就是减轻刑法处罚 汉景帝多次下令减刑 对刑法的处置是 胜之又胜 要求官员处罚一个犯人 一定要谨慎 一定要胜之一胜 原来鞭打三百下的 减为两百下 鞭打两百下的 减为一百下 而且特别规定 行刑的时候 只能一个人一口气行完 防止你换人 打得更狠 汉景帝的这个 一切的这种措施以后 雌刑我们知道 谁要说他鞭打 过去经常会把人打残废 从汉景帝减刑以后 才真正的受了辞刑的人 才能够得以保全 汉景帝在位十六年 大赦天下就有搞了六次 汉文帝的时候 大赦天下只搞了两次 由此你就能看出 他这个为之勿宽的这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是 维护朝廷权威 汉景帝维护朝廷权威 做了两方面的工作 第一 对诸侯国 进一步地采取措施 削弱他的势力 比方说把诸侯国的 丞相改成为相 罢黜诸侯国 他的这个御史大夫 这是属于从制度上 削弱诸侯国的势力 对中央 把这个太位 给取消了 然后任命周雅夫为丞相 这也是加强中央 集权的一个措施 维护中央权威的措施 我们说 总得愿一句话来看 汉景帝他是一个 合格的皇帝继承人 他很好地继承 甚至说 发扬了汉文帝的 为政勿检的仿正政策 这次缔造了 后世大名鼎鼎的文景之志 那么 总体而言 如何看对文景之志 这段历史呢 请看下一集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